日本人吃西瓜为什么要撒盐呢 原来撒盐吃西瓜早已成为日本饮食风俗文化的一步子 由于在日本西瓜非常贵 而为了吃到更甜更好的西瓜 所以会在吃西瓜之前撒点盐 让口腔舌头先接触到的是咸味 然后再接触到甜味 甜味就会被放大感觉更甜 这是典型的味觉的对比效果 下期科普 为什么夜间时会看到许多楼顶上红灯 无人机悬浮在电梯中 电梯移动时无人机会跟着移动吗 首先让无人机悬浮 让电梯向下运行 接下来我们看到电梯和无人机之间产生了很明显的位移 很快无人机就撞到了电梯的天花板 然后扇在地上 这说明电梯移动时无人机不会跟着移动 看到这里有朋友就要问了 为什么我们坐高铁时原地跳起来还是会落在原地呢 为什么在深海钓上来的鱼要马上放血呢 原来深海鱼为了适应深海的高压环境 导致体内的气压非常高 一旦被捕捞上来后 它们会随着体内外压强的失衡无法存活 而海鱼死亡后如果不及时放血的话 那么乳酸就会在鱼类的肌肉纤维中逐渐产生 这会对鱼肉的口味产生影响 所以一般在深海钓上来的鱼就要马上放血 下期科普 为什么很多电子芯片中要用到黄金呢 海底中的火山为什么不会被海水熄灭呢 平时我们见到的火是燃烧物与空气之间的距离氧化的作用 所以水灭火的原理是把燃烧物与空气隔开 当火山喷出的是一种高温流体物质 也就是岩浆 当板块运动频繁地表出现空隙时 地壳下高温高压的岩浆被会涌出 所以岩浆的攀发是高压所致 本身不需要空气 因此海水对其只能降温而无法吸引 下期科普 为什么飞机窗户上都会有个小孔呢 它被称为鸟中的哈士奇 凶蒙食能吃下鳄鱼 该蒙食拔下自己的毛送人 它就是现存头最大的鸟 金头冠 它的会不仅尖端尖锐异常 能够穿透鳄鱼厚厚厚的皮肤 而且上下两片在加紧猎物时 就像一个弓箭被夹在老虎前上一样 咬合力很大 但是这种鸟的妻子非常单纯 也不怕人 并且还会向着人点头鞠躬 因此也被人称为鸟中哈士奇 下期科普 为什么很多厨师在做龙虾前 都会给龙虾放尿呢 桥梁那么重 为什么拉住跨海大桥的钢丝绳不会断呢 钢丝绳之所以牢固 其实它和中国传统的手工艺 银草绳果相似之处 都是先做出单独命称小肚的钢索 然后再把这些细钢索 拧成一大股 做成了粗钢丝绳 最后还再会经过 零化 涂油 路层梗工序 来增加钢丝绳的强度和耐辅实性 以保证钢丝绳的使用银线 下期科普 为什么国家要花费1.8个亿 给经过这里的高铁装上大棚呢 汽车冬天轮启动时 为什么奔驰可以马上出热风呢 原来现在市面上 只有一些豪华品牌 和电动汽车上有这样的配置 当其发动机水温较低时 空调无法通过发动机冷却液预热至热 此时就会启动PTC电阻加热 空调工具通过电热丝后 就能马上出来热风了 你还想了解更多这款车的配置参数吗 可以去懂车DAPP搜索奔驰 这里有更多具体的配置详情 等你了解哦 穿短裤跑步时 为什么还在里面穿上一条紧身裤呢 原来这个裤子的专业术语 也叫做压缩裤 由于人们在健身的时候 运动量比较大 肌肉容易抖动 尤其是在跑步的时候 大腿根部会进行摩擦 因此锻炼的时候 穿上这种压缩裤 能稳固肌肉 防止大腿根部等位置的摩擦 从而更好地增强了运动效果 下期科普 硬张的安全性不高 但为什么仍然是许多单位的唯一凭证呢 春节为什么要守岁 在古时候守岁有两种含义 一种为年长者守岁为辞就岁 有只爱光阴的意思 而年轻人守岁为了和父母长辈 一起守住时光 为父母长辈延年益寿 所以守岁意味着 未对江逝去就岁的留恋 也对江要到来新年的满怀希望 下期科普 喝酒前为什么要先碰一下杯呢 喝酒前为什么要先碰一下杯呢 在古代为了防止有人酒里下毒 所以在喝酒之前都会碰一下杯子 这样酒就可以见到别人杯子里面 那么别人在喝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放心地喝 慢慢地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下期科普 黑州人的小脏便是怎么清洗的呢 世界上最快的车 最高时速可达 3218公里每小时 被称为音速之风 它是由航天器及核弹的零部件 制造的一款高速车 从理论上说 它的发动机能产生约6万磅的推动力 能够保持每秒160公里的加速度 而为了让它安全地停下 于是设计者就在车辆轨部 加装了减速散 同时配合车子自身配备的制动器 才能安全地停下来 下期科普 飞行员为什么不能开车 出行只能专车接送呢 螺丝为什么要分为一字和十字螺丝呢 原来一字螺丝最先被翻明出来 但是一字螺丝非常容易被拧坏 所以在做一些经常需要拆戏的设备的时候 人们又发明了十字螺丝 由于十字螺丝多了一倍的受力点 能更好地咬住螺丝刀 所以更耐用一些 因此根据使用情况 就分为了一字的和十字的螺丝 加裂科普 为什么足球运动员入场时 总要牵着一个小孩呢 为什么足球运动员入场时 总要牵着一个小孩呢 我们都知道 公平是足球比赛里面最为重要的规则之一 而孩子是世界上最为纯净的人 代表着纯洁 美好 未来 让天真无暇的孩子来见证比赛 寓意公平公正 所以为了让足球理念深入人心 国际足联规定 凡国际A级足球赛事和重要足球比赛 必须携球同入场 难以不限 下期可谱 为什么别人手里的充电宝 总能吸引我的注意呢 心脏支架是怎么装进去的 原来支架的导入是不需要手术刀的 治疗时医生会先用特殊的针刺穿血管 然后顺着针放入极细的导丝 然后再以这根金属四维骨架放入导管 从而导管就能顺着导丝的路径 在血管中蜿蜒穿梭 同时医生在通过X光扣试下 找到兵电位置 然后把包裹金属支架的球囊 顺着导管送到兵电处 球囊再将支架撑开 最后撤出导管就完成了 下期可谱 母鸡产弹后 为什么一定要给它留下一个弹呢 F1赛车中途换胎 为什么可以在两秒内就完成 原来当赛车近站停下之后 会有两人在赛车前后架几千金顶 赛车两侧还有两人辅助 维持车身稳定 而F1的轮胎 只有一颗中心螺栓固定 可以做到快拆快装 其次每个轮胎都有三人负责更换 一人操控系动扳手 剩余两人负责更换轮胎 所以是16人以上的高效团队协作 才创造了两秒的惊人操作 下期科普 一个能把小偷气酷的背包 还真有点意思 为什么许多人说 千万不要用棉签掏耳朵呢 原来棉签与外耳道的直径差不多 所以用棉签掏耳朵 会把耳屎推进耳朵深处 其实一般情况下 耳屎会通过咀嚼 张口等运动 自行脱落排出 但有些人因为外耳道脚窄 属于油性的 如果长期不清理 耳屎就会积存于耳朵内 所以这就需要掏一掏了 最好使用带有射向左洞二双 就这样看着掏耳朵 自己会放心一些 轴承里的钢球是怎样生产的呢 首先是将刚才利用机器 进行加热冲压处理 处理好的刚才 再由机器断压 切割成球胚 然后利用光球机 对球胚进行光磨处理 之后将打磨好的球进行脆磨 最后再经过硬磨 金盐 清洗 防袖处理 这样钢球就加工完成了 看完感觉是不是很简单呢 下期科普 为什么科学家要花费上千万 来打造一个圆球呢 你可能不相信 现在一把普普通通的雨伞 也不一样了 原来它采用反向折地结构设计 在收藏后淋雨反向河拢 包住水递普试车 并且一键开关 单手就能在瑕疵的地方 轻松开河 严选高密度防水灭量 即使暴雨冲刷 也能做到滴水不漏 一甩即干 另外手柄处 更是增加了LED手电套 让雨夜出行更安全 美国为什么要向 洛杉矶水库里 投放9600万颗黑球呢 很多人认为 这些球投放进水库 是为了防止水库的水分蒸发的 而其实这是为了防止水中 出现一种致癌物质 绣酸盐而投放的 由于漏天水源 长期受到太阳光照射的影响 导致水中的绿离子 和绣离子发生反应 从而在水中形成绣酸盐 所以为了阻止阳光的照射 他们就在水库里 投放了这些塑料球 来防止灰尘 和有害物质污染水源 下期科普 为什么KTV的门不能反锁 才必须装透明玻璃呢 日本研制永不松动螺母 公开设计原理 却没有一个国家能仿制 原来这种永不松动螺母 设计灵感来源于 中国的古代的蝎子 和一般的螺母不同的是 它分为凹凸两部分 当两个凹凸螺母拧在一起 时时就好像在凹撞螺母中 插入蝎子一样 将螺丝紧紧锁住了 即使经过三万岁三略震动 也能做到纹丝不动 虽然设计者公布了图纸以及原理 但是却没有哪家企业 能够缓制成功 下期科普 图顶为什么都是从中间开始图呢 耳机上的安全带 你肯定没见过 只要把它戴在耳朵上 无论怎么运动摇晃 都能确保耳机牢牢固定 不会掉落 原来它采用硅胶材质 及人体工程学设计 佩戴时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却能紧紧附着在耳朵上 再也不用担心耳机丢失了 骆驼嘴里掉的肉球 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原来这是雄性骆驼的舌头 之所以会进化出这样的舌头 是为了在骆驼 遇到新衣的对象时 会吐出舌头 展示自己独特的魅力 来吸引异性的注意 另外也是为了更好地 适应沙漠生活 由于骆驼在沙漠中生存 不得不使用满是金刺的新人掌 而巨大的舌头 能够将新人掌的金刺 直接扭断 并且能够细脚慢咽 下期科普 指甲刀发明前 人类是怎么剪指甲的呢 为什么美国人不吃亚洲鲤鱼呢 其实美国人不吃亚洲鲤鱼 说到底还是文化和传统观念在其作用 由于淡水鱼刺多 美国人用刀叉吃鱼很不方便 刺脚就没养成挑鱼刺的习惯 如果不小心就会卡到红楼 久而久之 他们就不喜欢淡水鱼了 而且加上欧美人餐桌上的鲤鱼 也决定了他们不会将 吃到嘴里的东西再吐出来 所以美国人从不吃亚洲鲤鱼 下期科普 当年被送到非洲草原上 两只华南虎 后来怎么样了 这个能把小偷气到哭的背包 还真有点意思 背包拉链采用独特的瓷金锁扣设计 扣子后怎么拉都打不开 规整个内部分层 装再多东西也不会觉得乱 再看看这里的钥匙扣 你还会找不到钥匙吗 这个隐藏式的证件袋 快速拿去也很方便 百变容量不仅权限于上下班 也可以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哦 大家可以撒封 全是一场方便 你我也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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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我可以当年愿意 每个人的手 团队